王娟你别叫他了 小芳也在自己置办这行头呢 而且一股脑的扎进了北京的胡同 都说这浓缩是精华 今儿出国北京呢 咱们就说说这浓缩版的北京印象 乍一听吧挺去一件事 没关系 咱们找个实力来说说 南若古巷的中段卖文化山的小店 面积不过30平方米 装置上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装置 它就是创可编发 专卖原创的文化山 设老板是个杨小火 不过人家热爱北京熟悉北京的劲儿 真让很多北京人都刺探不如 我想到北京 我一般就会想到 我以前住的一些楼房 或者就比方说我拍的这些照片 我就是 这是我的北京 我眼里的北京 在北京生活了15个年头 练就了一口熟人的普通话 还培养出了杨小火 对北京的浓浓的眷恋 于是他把城市的一点一点的变化都记录下来 如果记录的地方不是纸张 而是衣衣服 这些突然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最喜欢的这些衣服 第一个是这个地贴票和黄线 特别有那种70年代的感觉 现在反正也没有地贴 这样的地贴票 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东西 所以我挺喜欢 跟一花二吃一票一样 老板的得意之作不少 您看这个暖水糊和脸盆 都是老板刚来北京时运过的 这些大妈则是隔壁的央歌队 巧妙的设计不仅有趣 而且还让大妈们成了免费的代言人 我觉得咱们可以特地给你设计一个 我北京小吃 小吃 不错 我们也不错 不错吧 主要关注一下宫宝鸡丁嘛 对 好像好多老外特别喜欢这道菜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件 这个替雪山 您到了外国人 一进中国的店 想吃点什么 一出公报鸡丁 直接上来一盘糖醋排骨 要挺好 蒙人家老外 还有这样的看图绘画的 我这是老北京的炸姜面 我爱炸姜面 我爱炸姜面 实际上每次出差 如果时间有点长 回到北京第一件事 就是这个 炸姜面 我这就更便宜 一次节目一块二 就这意思 美工美工 现在没这数了 现在我是两块钱 对 可能你要是说 看那些东西很简单 看没什么稀罕的 就把图案一验就完了 想法 有这想法就很不错 说的是出租车 美工里一块二 有历史的 有传统的 还有我就比较现实的 饿了 一说 来了 这可能就是现在 最流行的一种创意方式 对 奥运会快来了 更多的外国朋友会来 一提到一会 就像吃公报鸡丁 也别光说吃 外国代表的是运动 运动 08年如果说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愿望 健身上再进一步 实际上这个要说特色健身 我还真了解一二 我就曾经看过老爷子 他原来腰有毛病 然后其他地儿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练爬 练爬 地下 对 戴着手套 我今天是跟长盛一起做节目 报道过咱们 我以为说跟长盛一起爬 没有没有 就是在这个 我说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公园里戴着手套 爬 学动物爬 确实能治病 对 但是您千万别拿手电照人家 那个真不合适 我如果能照到也是吓自己 你是晚上是吧 我不是 不不 我就说你说的是晚上 是晚上 是晚上 那有没有更现代的健身方法 这是我要求的 就能突破爬 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 能不能攀爬 谁能给我出点这种主意 攀爬 出这种主意 实际上我们这个王大 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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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妹子 王大妹子 那就王大妹子吧 王大妹子